根据内政部统计 全国女性家暴被害人 一年大约有近7万人 其中未满18岁的就有1万2千多人 他们要如何走诸创痛呢 今天要带您看八位少女的故事 他们在童年时期不是被家暴 就是被性侵 过去也都曾经自暴自弃 不过透过社服员的协助 他们决定在今年暑假 利用独木舟环岛 藉由对体力极限的挑战 也希望突破内心的阴霾 很难想象 这些女孩们连续54天 每天在海上滑行4到6个小时 他们曾经遇过近三米高的大浪 也曾晒伤割伤 碰到天后状况不佳 不时也会冒出放弃的念头 但最后 他们还是一起完成了挑战 那么透过冒险教育 是不是让他们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观呢 相信我都已经能把这些女孩的生命 都在你面前 相信我都知道 你在这大海里面 有他们的道路 是什么地方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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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天啊 下行李囉 競選今天是小爹地的檢查一下 這樣就要用它 好 OK 頭上也是 25分囉 有多快喔 凌晨5點25分 在福島姐姐的催促下 八位少女順眼輕鬆 扛著將近10公斤的裝備行李 準備挑戰為期50多天的環島任務 在台灣環島的人不少 交通工具也多樣 有走路 開車 騎腳踏車等等 但這八個女孩很特別 她們選的是冒險性十足的獨木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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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中旬的這一天 環島已進入第44天 他們從宜蘭蘇澳豆腐甲出發 準備滑上30多公里外的烏石港 可別以為這樣的挑戰很簡單 前一天她們出發時 才碰上接二點三的大浪 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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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長期被安置在社會機構 向日回家園 為了走出陰霾 她們許下共同願望 這個夏天 要一起滑獨木舟環島 挑戰身體極限 突破過去創傷帶來的限制 好 到囉 加油 她們的獨木舟環台行程 7月1日從台北淡水出發 由台灣西部一直滑到東部海岸 繞台灣一圈 最後再抵達終點站淡水 一天有4到8小時都待在海上航行 這樣的海上漂流必須忍受艷陽 遇上大雨也不能放棄 為了增加速度 她們盡量讓蔣吃水 並利用上半身的旋轉 來增加滑蔣動力 通常是我們要滑同一邊的蔣 同一邊出力 所以才會澄清很大 輔助才會很大 我覺得她們今天狀況不錯 可能因為天氣有太陽 有點太陽 曬得比較熱滑快一點 趕快休息吧 前面大概我們11點鐘方向 比較多房子 那就是頭層 不像路上的活動 隨時可以找地方停歇 令人好奇 如果要補充水分 或是上廁所等生理需求 那怎麼辦呢 現在在裝1500C 然後要喝的時候 就把這邊拔起來 然後咬住的地方就吸就可以喝了 所以就直接放在嘴巴就可以吸 對 然後這樣才不會進海水 所以妳們上廁所有特別方式的 對啊 她們現在坐在這裡 她們現在坐在這裡 搖沖洗回復自然 終究 在海上不僅沒有遮風低雨之處 面對無邊無際的海洋 也只能一路向前 為了減少航程中的枯燥乏味 女孩們各自創造 要排解情緒的方法 有時候在大浪來 然後我們會 有些人是會很失落 然後很生氣 對 就會不想滑 因為那個角度是PM 然後大浪來就會影響到 我們穿高高低低的 有些人是會跟上帝禱告 然後有些人是個唱詩歌 代替自己的不好情緒 轉換心情 調整眼光 她們拿水瓢潑水 唱歌 欣賞路上看不到的風景 即便在客難的獨木舟上 這些女孩仍懂得 享受當下的美好 難怪了沒有 好嗎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好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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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提出獨木舟環島故想的 是成員奶茶 但一開始 她的想法立刻被質疑 這樣做會不會太冒險 因為去年我們有環過綠島 然後她就想說 那今年我們就來環台 那時候我很驚訝 我就跟她說 你知道台灣有多大嗎 那有孩子說 沒有啊 地圖看起來很小啊 我說如果綠島是芝麻 那台灣就是像花生 大人們擔心的 不光只是這些女孩體力上的限制 更大的問題是 也有少女 因為童年被家暴的創傷經驗 不敢碰水 她們的成長經歷 不太可能 父母會陪伴她們去游泳池玩 或陪伴她們去海邊玩 這樣的經歷是 她們過去是個空缺 然後有部分孩子是過去在水上面 可能她有類似 像媽媽有把她壓在水裡 為了克服這些心理障礙 環台之前 她們花了四個月的時間 進行密集的訓練 從下水 學游泳 到獨木舟練習 義務教練幫忙集訓下 少女們漸漸敞開新房 接受挑戰 好 五千黃 加油 戶外的地方 只要踩不到底的水池 就會崩潰大哭 開始去慢慢地去幫助她 能夠適應水 那到現在環島到今天 她其實常常就會對人說 我現在很喜歡水 對 對 所以這個就是慢慢地她在經歷 自己裡面的療癒的過程 我們在幫你不要這樣 讓我弄很輕 很輕 很輕了很輕 雖然過程中 難免全身痠痛 出現皮肉傷 但藥膏一抹 咬緊牙根 又在上陣 確實就是外界其實也並不看好我們 然後我們也覺得我們做一件 滿不容易的事情 坦白說我們也沒有很多的信心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信念就是 我們就是去做 然後遇到什麼我們再來面對 感覺內心很煎熬 因為其實一直都看得到陸地 可是目標就在眼前的時候 我就覺得怎麼滑都滑不到 這些孩子們的那個獲得忍受力 是很低的 那我們用這樣戶外的方式 陪著他們一起去挑戰的時候 他是一次一次地在挑戰自己的極限 他想要完成 可是並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一起去經歷 他就可以去每一天都碰觸到他的極限 一床一地喔 這樣到底是怎樣 好重 地步不要睡啊 然後這裡睡一個 這裡睡一個 這裡睡一個 女孩巧克力 是團隊中的開心果 才剛進入向日葵家園三個月 每天完成航行目標 上岸後 他總喜歡嘗試跟不同的夥伴接觸 外表看起來樂觀的他 內心卻有著不被人理解的憂愁 因為從小歷經被家暴 父母離異 巧克力的心理的空缺 不曾填滿過 小時候照片 然後就沒有 就會鬧不出來 可是要分享的時候 沒有這些東西 這些材料 沒有這些照片 但是到五六年級的時候 只是會想起這件事情 然後就會恨自己 爸爸媽媽 從國小三年級開始 巧克力經歷三個激養家庭 兩個社福機構 少了雙親的陪伴 讓巧克力對人始終缺乏 親密感和信任感 他會有很多的行為 或很多的言語 其實比較像是在討好 或者是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注意 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樣子的旅程當中 就有很多機會 可以直接告訴他 譬如說一天想五個好事 一天想五個對你好的人 一天講五個感恩的事情 這樣慢慢訓練 又來又來又來 別查啊 他等一下再這樣 你就講不小心往他頭靠軌 在向日葵家園裡 有輔導姐姐的開導 巧克力開始學習正向思考 像是滑行雙人獨木舟 手中團隊默契 巧克力也學會 什麼叫信任與合作 姊姊們每天都會問你 第一個目標 目標是什麼 那基本上 我今天的目標是要洗熱 你洗熱的話 船就會帶給後面洗熱的人 然後假如一艘船都有洗熱的話 你別艘船會跟著 一樣是洗熱的 以前她的這樣改變 一定是怎麼樣 然後今天她發現 你改變 不一樣 那就是變 我發現就是說 她唱一唱之後 姊姊怎麼罵她 都會閉嘴 然後是我要學習 舊毒國二的奶油 同樣也有所成長 受到家暴影響 過往的她 總是喜歡以暴制暴 如今她把精力 花在滑行獨木舟 加上同償的愛與關懷 奶油也改善原先的溜毒氣 目標就是掃麻疹的話 要去信任別人 要勇於嘗試 人之馬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前進的 不可以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就放棄 因為如果你說放棄的話 你就會一直在那個原地打轉 所以你要勇敢的去面對 碰觸到極限的時候 她要思考 她要怎麼解決問題 她要怎麼堅持 她要怎麼忍耐 所以在這一塊上面 我們是看到每一個孩子 都有很明顯的進步 奶油 巧克力 還是其他向日腿少女 雖然各自有著不同的過去 如今卻因為獨木舟環台 而相知相惜 八個女孩 一個願望 就是一同完成環島夢想 就是我的夥伴有照顧我 就是謝謝她陪我度過 雖然在就是悲傷痛快樂 然後謝謝她唱歌給我聽 你和我一起度過 每一天累積度過 她希望散步在每個角落 你和我統統生活 有歡笑也想逃脫 有了愛我願意 結束到最後 我不再孤寂落寞 我陪伴在你左右 踏啊高山居林 彌一勁打 창 糟糕 彌一條過 我不管交不成崇 我騎起翻越山頭 蹦啊邊無蹟無幾 滿色天空 未觀代表的征服 代表的勝利 這裡面有很多位少女 她本來只會游泳 到最後是因為孩子沒有放棄 孩子在我前面一直努力滑 一直努力滑 如果不是我叫她休息一下 她還是繼續滑 那個精神很感動我 這支團隊 謝謝所有人都幫助我們 跟姐姐這個團隊陪我一起好餐 謝謝你們教我的堅持 希望帶給孩子們 就是一顆感恩的心 因為這些孩子們 常常陷在自己的負面的情緒裡面 覺得自己的背景不好 或者是自己過去有不愉快的經驗 不過實際上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人幫助他們 他們是最幸運的一群人 透過冒險教育 八位曾受身心創傷的少女 學會面對人群 享受愛與被愛 信心也增強不少 雖然這是一千兩百公里航程的終點 也是他們人生另一個起點